爆炸 爆炸 當地正誤起 多個城市都有鳴炮儀式 包括倫敦塔外面 塔橋有不少民眾圍觀 倫敦皇家炮兵軍營 使用的是七十幾年前 菲南和女王結婚的時候 明放過的一戰時期大炮 在溫沙堡外面 繼續有民眾獻花 前一天鋪滿草坪的鮮花 已經移放到城堡裏面 住宅溫沙的皇家近衛騎兵 列隊墨愛 皇室開始線上吊宴賊 和英國政府一起呼籲民眾 避免在疫情之下聚集 不用去白金漢宮等的 皇室建築物外面獻花 皇室也發文回顧菲南親王的生平 引述他在女王加冕禮上的誓言 承諾會成為女王 畢生神下和手足 形容他是全心全意的君王伴侶 菲南親王的喪禮 將會在溫沙堡的聖座寺堂舉行 按他本人為怨不舉行國葬 遺體會安葬在溫沙堡 喪禮安排會在週末公佈 月料會受疫情影響 不對外開放 也不切公眾佔養 皇室查理斯去到溫沙堡陪伴女王 查理斯盛讚父親一生貢獻驚人 感謝他尊重每一個人 相信父親也希望大家會以他的個人身份紀念他 菲南親王長孫 威廉王子和太太凱特 也轉發皇室的聲明 哈里王子抗禮 在他們創立的基金會望業 悼念爺爺 並且感謝他的貢獻 英國傳媒報道 相信移居美國的哈里王子 會回英國出席喪禮 不知道要不要隔離 至於懷孕的太太梅根 就未必會同行 有線電視記者陸子情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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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